歡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學會 我是陳明君 各位同學上課了 台北股市上個禮拜五 看到了萬九現宗 今天開盤後 儘管說指數有一度的翻黑 但是台積電雄奔場開幕 加上今天 MWC世界行動通訊大會要開跑了 有4200家的廠商 要秀新的AI應用 讓台股隨即由黑來翻紅 只是逼近萬九大關之前 指數還是比較震盪 AI熄火今天網通接棒 那麼Wi-Fi器跟CPU矽光子 活蹦亂跳的 股價好多都供到亮燈漲停板 但是傳產股方面 重電股也持續的噴出 包含了中芯電 市電 雅力都急噴 創下了波段的新高 怎麼找強橫強的股票 還是說落後補漲比較安全呢 馬上歡迎特別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分析師肖宥明 老師好 明君各位同學好 歡迎分析師鄭維群委 群老師好 明君各位同學大家好 歡迎分析師鄧尚為鄧老師好 明君同學們 大家午安 好 台北股市萬求官錢震盪 那美國股市的重量的科技財報 都公布得差不多了 本週美國股市有哪些大件事呢 變數是高還是低呢 這對台北股市 這個禮拜的航行 會有相當嚴重的影響 好 看多台股的話 你怎麼樣找強橫強的股票呢 那怎麼樣來總題材著手 MWC大展今天開跑了 AI手機最夯 那麼AI PIN 三月份就會亮相開賣了 AI PIN大潮來襲 台灣供應鏈哪一些 你可以急著來卡位誰最優 請問老蕭老師的觀察囉 聯發科今天股價盤中 本來一度在平盤附近震盤 結果中場過後向上拉抬 又再創下波段新高 發歌可以帶動旗下哪一隻小金雞呢 有機會跟著老大落後補掌 另外薇群老師追蹤的散熱IP股 叫做聲達科技 今天被處置可是股價關不住耶 這種強勢股創高怎麼爆呢 如果說你比較膽子小的 怎麼挖在底部的長輩股呢 我們請薇群老師來追蹤囉 看到台積電啊這個喔 這個在熊本場的開幕式讓台灣人予有榮焉 熊本場開幕了台積今天股價沒反應讓出空間 可是設備股喔都先文機起舞了 今天設備股啊有一些功高 但是材料股也跟著落後補掌跟上 此外盤面上面綠能基建概念股 讓重電行情強強棍 政策概念股在520之前 輪動輪來輪去 那麼軍工股會不會成為下一棒呢 好像有跡象了 我們請問鄧老師 我要回來鎖定五七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學會 大盤在上個禮拜五呢 攻到萬九之後 今天還在高檔附近震盪 可是留意的現象是 股會有一點脫攻 指數上攻可是呢 青來幣匯率有一點點走弱的跡象 大盤今天開小地之後呢 就一路在盤上震盪 那中場是上漲58點 收在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八點 那量是三千五百四十億元 並沒有爆量沒有失衡 今天台積電上週六熊版廠開幕 但今天台積電讓出空間熄火 反倒是跟台積電相關的材料股 活蹦亂跳特別強勁 那麼MWC大展開展呢 WiFi7跟CPU光子呢 這個相關概念股在盤面上面 也非常的活躍 還記得今天尾盤小掌 聯發科盤中再創這個 多段新高 新興追加資本支出呢 獲得法人青睞 那只是重電股方面呢 有一點點的漲多拉回 主要是因為華城沒有續牆 今天起被關了五分盤的處置 那他沒辦法續牆的話 讓重電股今天早盤開高之後呢 尾盤有一點預證乏力 老師老師我想問喔 大盤呢這個上個禮拜五呢 衝到了萬九之後 那迎接了台積電的熊本廠開幕 但今天沒有向上攻的動能 怎麼關注這個禮拜 因為只有四個交易日嘛 那美國股市本週有什麼大件事 大家要留意對台股 這個禮拜的行情有什麼樣的影響呢 整體上如果我們從短形態去觀察 整個台北股市本週風平浪靜 包括國際股市都一樣 就代表說整個多頭呢 會持續非常活潑 為什麼這麼講我們就看這個畫面 就是說各位你就把K線圖調出來 那我們講短形態就看兩根K棒就可以了 你去找兩根K棒一紅一黑或一黑一紅 兩根K棒長得幾乎雷同 我們叫引線對沖 引線對沖的過程我們舉例 各位請看 如果這兩根K棒 先黑再紅代表最少長兩天 一定次後再長 那如果引線對沖是先紅再黑呢 我們就一樣 就抓出兩根最雷同的 先紅再黑呢 那最少要跌兩天 引線對沖 對 我們叫引線對沖 這裡有一個 先黑再紅就最少又長兩天 最低限度 我們看今天你如果做比對 也是引線對沖 所以整體上如果單純就短形態來看 台股在本週這個攻堅的架構沒有改變 可是回過頭來我們去看美股的部分 各位請看 畫面上各位可以加入我們Light at 就是說我們把本週國際股市 主要的一些重大的藥物要公布的 我們會再列表 那從Light at裡面你加入都可以看到 那不管是從禮拜一 從新屋銷售 禮拜二二十個城市的中和房價指數 MBA的抵押貸款 其實這個都不是很重要 不重要 那禮拜五的還OK 關鍵就是禮拜四 好 所以整個 美股的禮拜四 就是台北股市的禮拜五 所以幾乎本週一直到週四 在國際股市的部分 還是一樣維持一個正向 因為唯一有可能出現干擾 是在禮拜四 禮拜四有兩個 一直是首度申請失業人數 目前在之前公布的是二十萬一千人 就看 那麼申請失業人數是往上增 還是往下盪 如果是往上增 那美股就會看得比較正向樂觀 往下盪反倒是就適度的保守 財報的部分則是有惠普Dale跟Best Buy 這個部分 所以怎麼看關鍵在禮拜四 還有聯準會在看所謂的升息降息 最主要會看PCE 叫做個人消費支出 好 個人消費支出 因為已經跌落到 它所排定的基準點之下 理論上是要降息 可是三月份要降息的機率 理論上還不會發生 幾乎97.5% 認為就不降了 最快有可能會來到五月份 可是五月份的機率也不大 所以我們從另外幾個角度 繼續幫大家做說明 首先我們先看 聯準會最主要的 會看個人消費性支出的變化 目前各位請看 它的核心消費性支出 已經盪到兩個百分點之下了 所以理論上它是應該要降息的 但是你目前因為股市太強 所以降息的機率反倒是低 它要降就是說股市表現不佳 那整個通膨往下盪 那聯準會就會降息 可是因為現在看到的 正確市場很強很強 所以理論上 雖然個人消費支出是往下跌的 可是我們預期短期間 還不至於會發生 再看右側 那右側一樣我們去觀察到 目前為止整個結構沒有變 也就是說最大交易量 抓出來2月13號 次大量抓出來2月20號 目前波動率指數 是在這兩個大交易量的下源 所以代表縱使反彈 本週還會繼續破底 繼續破底 它在告訴我們 國際股市是持續上揚的 好 問題是國際股市持續上揚 我們台股怎麼去面對 國際股市的變化 我們持續會幫大家做追蹤 好 國際股市是樂觀 那台北股市也希望能夠向上來挺進 那就看一下各個題材 有沒有辦法輪動 輪番的發動 現在看今天禮拜一 那遠在西班牙的巴塞隆納 世界行動通訊大會 已經正式開展了 今年聚焦就是AI AI還是AI 包含了AI手機筆電跟AI PIN 當中AI PIN三月份要開賣最受矚目 所以它的這個受惠程度跟時間點 有可能會最早 AI PIN三月浪潮台灣供應鏈 可以急著卡位嗎 因為包含了Chat GPT 微軟都有投資 它是蘋果前設計師所創立的 三月開賣賣699美元 它可以投影在手上 很方便一個小小的裝置 有哪些公司有做呢 包含了MMS的生家 育態 手勢控制制為系統 聲控化訊為投影式 預創跟原項 看起來今天盤面上面 有一些AI PIN概念股 已經先發動了喔 那我們就來追蹤一下它後續的動能如何 先看台北股市的表現 如果美國股市本周沒有太大的變數的話 恐慌指數也持續的往下掉 那台北股市上漲空間 這個階段我們要怎麼樣來做一個目標設定 如果說我們從二月份以來來看 二月份就是進入台股封關 那封關後一直到今天 我們把台北股市加全指數跟國際股市 每股三大指數分別是道瓊 彪普 納斯達克 再來歐洲股市的部分我們就拿德國 亞洲地區我們分別就抓日經跟首爾 你去做比對的過程用意在哪裡 在於說當我們比對完之後 我們在預期未來的變化 那你就把台股跟現在最接近的做觀察 舉例 各位請看這個畫面 二月份以來台北股市是紅色的 這個叫加全指數 加全指數一直到上週五 是不是來到19012的最高點 你就往上看跟往下看 往上看只有一個叫日經 就是二月份以來到目前為止 台北股市二月五號到今天 漲幅是4.5個百分點 所以你在比對你的個股 它的漲幅必須要大於4.5 OK 但是如果我們從整體來觀察 你說我盤中面對股市的變化 我不知道今天台北股市到底是要去 還是要去 你就很簡單 你就往上看日經 台股在追日經 那往下看誰 往下看首爾 也就是說目前最後一名是道瓊 再來歐洲的德國股市 緊接而來是標普 納斯達赫 離我們最接近的是首爾 問題是我們再看今天 今天的首爾是跌的 跌大概0.5個百分點 台北股市今天漲快0.5個百分點 所以是反向的 也就是說台股是不是拉大 跟首爾的差幅 因為它是往下跌 我們是往上漲 所以台股是不是在追誰 在追日經 日經 所以整體上從各個層面 我們看到目前為止 接下來未來本週 包括像剛剛明君特別頻道的AIPC 會是重中之重 是新一波的一個標的股值得做追蹤 好 AI PC AI PIN AI手機相關 又開始捲土重來了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大盤 其實老師我上週給大家一個 還不錯的觀念 什麼叫做去買超越大盤的股票呢 那有沒有答案可以抄 你跟這個投信經營人來抄 可能勝算會很大 所以最近這個相關的ETF 哇 檔檔開賣 募集的這個動作都很大 廣告也嚇得很多 那ETF說實在的話 適合長線投資 但如果說我去買它裡面的股票 會不會報酬率來得更高更快 整體上各位請看 畫面上你所看到分別有00 0056 0050 00878 00919 00929 跟加權指數 我們通通放在同一個基準點 放在哪一個基準點 放在00929 富華台灣科技優息 這一檔基金 為什麼呢 因為它第一天發行 是在去年的6月9號 對 它第一天的發行日 也就是說如果你是在第一天 你進場的 就去年的6月9號 到現在大概只有半年的時間 這半年下來你不是純股 你的投報率已經超過40% 你知道嗎 你不是純股 純股你在看你的指律率有沒有5% 有沒有6% 不是你的投報率已經40% 為什麼 因為超越大盤 是 所謂的超越大盤就是說 因為基金經理人 他會去追求他的績效 他的效益 必須要比大盤來得好 那自然的市場的投資人 就會去青睞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就把這幾檔 你會發現到 比方說像00929 目前的市值已經衝到很恐怖 衝到1500億了 那市場認為很快它會到2100 那會不會到不知道 可是我們來看 反正只要是優息的 你給你看ETM 只要是掛名優息的 那股價都表現特別強 並且我們來看第一名 漲幅第一名到目前為止 如果以6月9號當基準點 第一名是00929 第二名一樣0056 第三名群毅台灣軍選高股是00919 接下來國泰00878在這裡 0050 跟台股連動比比較高的 很接近的是0050 反倒是最接近 但是我們就看整體上來看 是不是所有的基金到目前為止 話上你所看到 全面都是超越大盤 對 所以也就是說 當所有的基金基金的人 在追求超越大盤 我們針對我們個人的持股 立馬一點還超越大盤 你知道嗎 那怎麼超越大盤 舉例我們就先去看00929 我們去看什麼 00929 它的一個成分股 並且在1月份跟去年做比對 這一檔個股 這個成分股是持續站在買方的 就是這些成分股一起賣 不是被調降的 調降我們就不列入在表內 這都是增加持股的 分別有聯發科 有群光 大連大 聯永 立成 金圓店 一直到2474的可乘 那這些個股裡面 我到底是要買哪一支 第一個你就去看 看什麼 集結區 股價有沒有站上集結區 如果股價站上集結區 從量價角度 就從交易量的角度 從投資人持有這檔個股的價格 來做觀察 集結區之上 那就不用猜了 代表它一定是多頭 比方說像聯發科 那你就要看977 聯發科的股價 只要在977塊以上 它告訴你我就是多頭 那多頭的股票 比方說像今天聯合科 開版是往下跌的 那往下跌的過程裡面 那你就看 它有沒有跌落977 沒有 再看什麼 看趨勢指標 趨勢指標 我們這張圖表裡面 分別是用 加權移動平均 跟一般的MACD 那用 個別又用一個短線的50分 跟一般的日線 50分跟日線 所以整體上 有短的 有穩定的 那總共有四個指標 剛剛各位做比對 比對完 如果站上集結區 並且所有的趨勢指標 都轉正的 那就是滿級分 滿級分的個股 縱使假設它盤中是跌的 它只要維持五分 其實都不用站在賣方 我們舉個例子 我們往下看 好 老夏老師特別針對 這個00929 裡面的個股來做 各位請看 我們左側的第一檔 就是聯發科 那底下 最底下 這個叫MACD 我們MACD的參數是 77 11跟11 首先MACD是正的 再來WMA也是正的 就是說WMA先轉正 接下來股價站上這個集結區 站上去了 最後MACD也轉正 代表什麼 代表這一檔個股拿到滿級分 它不去 然後它就 分出 暴漲 它就暴漲 好 用這種方式 你就可以找到一些比較多頭強勁的標的股 各位你可以加入我們LACD 再來看一下可程 這個股票怎麼會去 這個股票實在是會去的 你要看這裡是個集結區 對不對 這裡是個集結區 除非它股價跌落集結區 那代表它轉弱了 短期間不會動了 那你持有的你就可以做減碼 甚至於做MACD 在沒有跌落這個集結區的區間裡面 代表說其實它只是一個短整理 持續是個多方 回顧的話我們就看年牆 年牆我們是從農曆年前就跟大家介紹了 好 MACD呢 這裡是二月嘛 所以是農曆年前 對 是個正的 再來這裡是個集結區 所以在農曆年前它是不是股價已經站上集結區 那最主要是在這裡 WMA也又轉正了 轉正之後就股價出現極漲 所以各位可以從我們的Li-ET 加入我們Li-ET 從這個得分表裡面 你自然而然可以做比對 再舉例我們看AI-PIN的部分 比方說今天顏向攻到漲停 為什麼它可以攻到漲停 它可不可以持續帶動整個AI-PIN的族群 在本週繼續向上做奔騰 所以我們來看 首先MACD是正的 然後WMA也是正的 最後站上集結區 所以不用猜的肯定就是會漲 這個股票就一定會漲 各位請看你加入Li-ET之後 另外我們有一個AI-PIN 幫大家做追蹤 整理好囉 對 這裡有一個集結區 最主要就看集結區 股價如果跌落集結區的區間之間 那代表你真的要很小心 它就進入整理 萬一這個下源被跌破了 那種個股就走空頭趨勢 就不能買 並且你不要積極要做避險的 反倒是可以喔 在集結區以下的 是可以嘗試做空 OK 但是你要站在買方 一定都要站上集結區 只要站上去就代表 這一檔個股就是一個多頭 多頭你就是站在買方 所以整體上我們來看 目前滑汛跟原項 分別是五分的 那歡迎各位加入Li-ET 今天是2月26號 我們有一檔潛力股 會持續幫大家做追蹤 好 這檔潛力股喔 後面看起來從這個形態觀察 也剛站上集結區 那有沒有機會後方先制啟動呢 現在台北股市資金行情火熱熱 好多的股票都向上噴出 怎麼樣來掌握呢 未來這個成長的動能 大家都可以透過我們畫面上面的聯絡方式 老師老師在節目當中所講的資料 包含了這個 高股息喜歡的股票 以及相關AI PIN的這個概念股 怎麼樣來做後續的掌握跟切入呢 你都可以跟老師來聯絡喔 那老師有時間就會在Li-ET裡面 跟大家做回覆還有分享啦 我要聊一下聯發科真的好厲害喔 今天再創下波段新高 守住集結區上緣就有機會再創高 那發哥可以帶動哪一些小經濟 向上來奔騰呢 有沒有誰可以拼落後補障 底部撈鑽石怎麼樣來找機會 請問委屈老師囉 休息一下鎖定5G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5G股市同學會 聯發科上個禮拜表現非常強勢 今天股價這個造派那時候還溫溫的 就盤中向上來急了 又創下波段新高囉 因為今天禮拜一 MWC世界行動東訊大會登場 這可是聯發科的主場 我們看一下除了這個新產品之外 又有一個訊息提供給大家 去年下半年它要配30.4元 那7月4號除息 7月31號發放 合計2023年是配了55塊錢 那外資上個禮拜買超超過了1.7萬張 聯發科的MWC會秀出什麼樣的炫技呢 包含天璣9300 即時生成AI影片 那全球首件PRE 6G的寬頻衛星應用 還有AUTO平台要來供車用 聯發科波段高也帶望小經濟 包含了達發酒洋亞興都點火 但是誰可以追 不太一樣 可別一籃子全部都吃 要小心的 另外一檔個股也是很標 是我們韋群老師追蹤好久的4945 申達科 哇 太標久被警告了 被關緊閉 可是關緊閉不影響它的漲勢 今天續強 之前1月EPS0.54元 比去年同期油虧轉營 那1月營收月增17% 年增111% 這個已經衝高的個股 如果你之前有買的人 現在該怎麼報比較不緊張呢 申達科為什麼強 老師說它是散熱的IP 那我們幫大家做了一個小資料 高階48B 高風扇驅動控制的IC 或獲得國家客戶導入設計 預計今年可以逐漸放量 帶動毛利率向上 那法人說今年營收 可望雙位數的增長 有聯發科 也有深達科技 我們都會請偉群老師來做追蹤 但現在講上個禮拜 最重要的事情是 台積電的熊本場正式開幕 那有點可惜啦 我們其他的家子公主 她並沒有現身 不過呢 也依然是佔盡了媒體版面 張忠謀創辦人說 這全球對於晶片的需求 不是幾十萬片 而是要蓋更多的晶圓廠 這個話講得非常非常的樂觀 老師怎麼看 有這麼大龐大的驅動力 需要再蓋這麼更多的晶圓廠 才有辦法滿足嗎 我想張忠謀是半導體之父 教父 他講的其實需求會不斷的成長 為什麼 因為AI 我想現在你說AI的電腦也沒有 對不對 AI的手機也沒有 甚至你會擴散到家電 汽車 就像說光是一台電動車 我想裡面的控制IC 或者現在大家 那螢幕都很漂亮 對不對 除了說儀表板的螢幕 還有這邊中控的螢幕 甚至後面也有螢幕 那些都要IC 所以基本上 張忠謀講的是沒錯 半導體需求一定是大增的 但是還是要看個別的競爭力 為什麼才今天700塊 連電現在才四五十塊 對不對 還是要看個別的競爭力 所以基本上我們那時候 我一直跟我們同學報告說 其實台積電的熊本廠就是 對不對 台積電 Sony 還有日本的Denso 一起出力的 對 還有Toyota 日本人也很有誠意 對不對 也補助了 就是給了滿多錢的 現在就看美國廠那邊 相對來說當然很多東西就是 消息還沒出來之前 很多股票都先漲一波了 就像說6789的彩玉 對不對 彩玉 有沒有 還沒出來之前就先漲一波 今天就整理一下 但是我認為它的爆發力比較強 因為它是做相關的CIS的一個 晶片的上游 你看今天CIS都起來 對 金像光 原相 對 原相 甚至很久沒有動的6712的同心殿 有沒有 這個真的有夠久沒動了 幾百年沒看過 還沒有 對不對 同心殿是6271 6271 對 我們把時間拉長一點 把時間拉長一點 有沒有 疊了好久 今天終於再放大一點 對不對 放大一點 謝謝 就是不要那麼久 對 今天中了一根藏紅 所以基本上我說真的 你說IC的需求 越來越來越大 但是有些股票已經漲了很多了 所以說有可能 需要蓋更多的晶圓廠 不只是原來漲的設備股會動 會擴散的 老師說的CIS 時間就擴散出去了對不對 就是看它用的 看它做的 你還是要有競爭力 譬如說 你說中國大陸現在都是做 也是它成熟製程 它建的最多 對不對 你看它中興拜到底建那麼多 當然 如果它整個一個產能放出來 也會對成熟製程的晶片 造成影響 價格還是會影響 對 所以為什麼你說 利基電 聯電比較不會動 所以聯電最近就跟Intel合作 所以這裡面的晶晶盒 我們都還要觀察 就像說 為什麼今天台北股市漲 那韓國股市是跌的 為什麼 因為他們被我們趕過去啊 不是啊 因為三星不強 對 因為韓國股市其實最強的 指數最大的是三星 對 半導體 對不對 手機 它佔的市值很大 你看為什麼李在龍會被放出來 要來救 要來救就韓國的半導體 救韓國的經濟 但是三星因為 它的代工贏不過台積電 它的敵人來說就是還好 對不對 高度比較強 三星來說就是穩穩的而已 所以就是熊奔場開幕 反而看到此消彼長的現象 對啦 就是對台積電來講 就是好處是 好處是說 它可以分散地緣政治風險 不會像前年那樣 被打到370塊 就是地表上最危險的地方 對 說台灣是最危險的地方 那我們就把它分散嘛 對不對 我們去日本嘛 對不對 美國你看要不要給我們 新加坡也要找我們 對 所以對台積電是好 當然對你說其他的 像這個CIS 或者車用的 其實你看到 其實還是需求成長嘛 為什麼Denso跟豐田要投資 車用的半導體也成長 所以你今天看到其實 很多高檔的股票在增益 但是很多低檔的慢慢起來 沒錯 對 所以我說真的 我們這時候你看今天 我本來認為今天指數應該會跌 因為上禮拜五 每股也是半導體跌嘛 對啊 禮拜五是開小高 然後全部往下跌 對 因為漲多了 震盪一下很正常 今天還漲 對不對 為什麼 其實很多低檔股票撐住指數 是 甚至連生計股也都動起來 所以我說真的 對 這邊很多指數在高檔 一定會震盪 甚至很多強的股票 你也追不下去了 譬如說你看今天中芯店漲 滑成就跌 對不對 中芯店也鎖不住了 因為漲太多 對 所以我們真的 這時候就是要保護自己 我一直跟我們同學報告說 真的我們就是買低檔 有肉未來會強 對不對 你看4945的森達科 我不用講了對不對 好 4945森達科 我那時候選後的時候 我說真的 選前我就說送選後會漲的股票 真的好厲害 真的老師都不會動 九十幾塊 人家都偽創廣達 天天漲 好厲害 人家都好厲害 但是你看現在他最厲害 對 他最厲害 他最厲害 九十幾塊漲到137 快五成了 對不對 所以我說 真的我們要從產業裡面 去找未來的 畢竟你說這邊很多股票 你說向上去空間少 我們找底部人 你至少一個反彈 也有三成吧 甚至有些比較強的 可能漲個五成 你看森達科也快五成了 對不對 你一檔賺完一檔 再換下一檔 對 你這樣比較容易賺到倍數 對不對 你一檔股票要賺三成 那再把錢再出來 再換另外一檔 再換另外一檔 對不對 你就可以賺兩倍了 你這時候買台積電 也不可能賺兩倍 對不對 你這時候買聯發科 也不可能賺兩倍 因為都漲多了 你看四星也不太會漲 創意最近也跌 資源最近也跌 為什麼 就是漲多它要震盪 對 漲多都要震盪 那法人也會換股 你看 為什麼那時候我說 先看預展 你看六七八五 六七八五也是一樣 先六根 我介紹完之後 六根 最近就整理 但是如果說你低檔有買的 你下來 這邊反而有時候又可以減 又可以來回的操作 多賺一點錢 森達科就不用講 達發 對不對 我想最近應該很 聯發科 小晶晶 對 我說聯發科你可以不用買 我想對不對 買達發 對 你來解也不錯 你看今天也漲停板 因為你看以股價來看 我們都常跟各位同學報告 對 它歷史高點三百六十一塊 那時候艾浦有轉投資它 要做3DIC的一個電源IC 電源管理IC 那時候我也跟我們同學報告 我也有寫在我們的Lineat 我說它也跟那個 那個什麼 博通的關係很好 跟博通是網通的大廠 對 它有一些 refer design的優勢 你看到一百六十幾 先找到兩百整理完 今天又到兩百 如果你以長線來看還好啦 MACD也沒有說 到很強的一個 一個噴出的階段 像你這種買這種都很安全 大公司轉投資 對不對 大公轉投資 然後貨價也不貴 那聖達科也是 偽權店轉投資 對 我說那時候 它散熱的IP 兩個加起來有三成 市占率高達三成 可是現在有在車上的人 怎麼樣做聽力 因為現在被處置 被處置能漲 代表籌碼還是穩定 我們就是沿著五日線操作 破五日線 你可以做一些部分的停力 都可以 我相信我們介紹的時候 應該送給各位 這樣應該都九十幾塊 對 這邊真的差了快四五成了 應該都是很輕鬆的在車上 不要去亂追了 不要去亂追 因為畢竟 你有股價漲多了 還是會震盪 對不對 我說接下來對不對 你看聯發科 你可以不用買 那是達發 我說真的 我都選那種 大公司轉投資的小經濟 對 因為比較強 籌碼也安定 大概16億而已 大公司轉投資 他們一定有原因 對不對 對 因為我們要相信這些 大老闆的眼光 大老闆一定比我們更懂產業 對不對 我常講說真的 因為我們在這行業做太久了 甚至有很多業界 或者我以前常去看工廠 你會可以看到說報紙講的 其實有時候跟實際上是不一樣的 甚至像我同學在很多業界裡面 都是大主管 我們公司股票怎麼會漲這樣 對不對 沒辦法 你說行情好的時候 大家都瘋狂 對不對 你說神盾也沒賺錢 可以漲成這樣 經濟科也沒授權 漲成這樣 誰敢買 對不對 我們就是實實在在 我們買好的 你看那時候 我說衛生第二 大概在400多 對不對 你看最近投信也來買 當然也漲多了 我說沒關係 還有達發第二 這就比較便宜一點 有人說九陽店8040號 這也是聯發科旗下的小金基 以前九陽跟雅信是一組的 對 不知道在做什麼 不知道這幾個產業有沒有改 通訊金業 但是因為九陽 它好像後來不想賣給聯發科 所以你看今天衝高就打下來 因為它比較沒有獲利 我們說真的 我們還是早有獲利的 如果技術面它有漂亮 今天也漲 今天衝高上去也漲 但是肉還比較多 因為你說來到這邊 真的至少還有五成 真是距離前波高點 應該有一倍 像你買這種的 現在就買這種 你賺個三成 對不對 賺個五成都有機會 對不對 你看聯發科又 即將又要創歷史新高 很多股票又要創歷史新高 對不對 像這種 你看達發真的 你看那時候破發很多人哀哀叫 我說那是好機會 對不對 你看400多 漲到700塊而已 快一倍了 所以接下來說有興趣的 跟我們加個LINE 打發第二也OK 甚至你說今天生技股也動了 今天生技股很多都動起來 就是重電第一棒 漲到新高之後 是520之前可能政策概念 我都有機會對不對 對 就是軍工 生技 軍工我比較不熟 因為畢竟那個比較說 我們還是要看 這個就是要看解盲進度 可是他生技就是 至少說要爆發力強 你說像這個 拿到天價授權對不對 六根漲停 今天整理 如果說你低檔買了 你也可以做價差 如果低檔沒買就不要 因為拉太高了 好 你少賺那麼多了 低檔沒買就不要再買了 對 但是我說最近 一展第二 我已經講了快一個禮拜 也是生技股 不是 不是生技股 但是就是類似那種爆發力 未來有那種倍數利潤 我講一個禮拜 它大概漲一個禮拜 但是十幾%而已 還有肉 股價很便宜 因為畢竟你說嘛 今天你看9958 我常常講 真的 你看今年都很誇張 對不對 你看9958拉起來 要長一點 再拉長對不對 你看那時候 100塊我們在我的節目說 這個七小福很可愛 100塊現在268 欲罷不能 你看今年行情很多都瘋掉了 你買得越低絕對賺得越高 所以為什麼我說 同樣的法人的部分 像這堂股票 它就是比較穩定的 還有便宜的 都歡迎跟我們加個LINE 所以你說今年會很有趣 今年真的股價 有些股票真的很兇 但是漲太多的 沒有基本面的 或者基本面不夠支撐的 就是轉機不夠大 對 就不要去亂追了 反正你低檔的 一檔一檔買 你就可以賺倍數 有興趣的都可以跟我們加個LINE 做個聯絡這樣子 好 從達發 升達科 到預展新 這兩個股都是我們尾群老師 在年前就跟大家提醒追蹤 年後感覺起來 這個資金熱潮狂潮 是完全沒有停歇的味道 大家不是不敢買 而是不知道怎麼樣找到好多股票進場 手中的錢多多 如果說您對尾群老師剛才所講的個股 你有任何問題的話 你都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畫面上面的聯絡方式 有問題都可以跟尾群老師來請問 老師有時間換LINE裡面 跟大家做互動還有分享囉 關了一下綠能基建 現在重電好熱 今天多檔重電股都創下新高 政策概念股在520之前 有沒有機會輪流啟動呢 軍工股也開始接棒了嗎 我們請問鄧老師 我要回來鎖定57股市同學會 歡迎回到57股市同學會 台積電上週六熊門廠開幕 張忠謀創辦人說 現在AI晶片的需求 它非常樂觀 很興奮 而且要的是更多的晶圓廠 只不過今天台積電 有一點點熄火 可是它並沒有大跌 反而是把指數讓出來 讓更多的股票有機會表現 台積電的日本熊門廠 希望為日本的半導體帶來復興 日本政府也說 會補助二廠7320億日圓 大阪跟福岡都要來 爭搶日本的三廠 傳出會蓋更先進的三奈米 可能未來如張董事長所預言 需要10座的晶圓廠才夠 整體的半導體設備股 相關的材料等等的爆發力 不容小覷 另外除了台積電之外 我們看到盤面上面 散裝的BDI指數在上個禮拜五 是大漲的 它有這個低股進比的優勢 能不能夠做後續的留意呢 鴻海危機依然誤解 BDI指數上漲超過了6% 因為中國春節之後有需求 散裝船第一季營運 渴望淡季不淡 惠陽也公佈了 它去年多會賺 賺了4.38元 也樂快今年的營運 一夜之節是歲前0.6元 第一季是淡季不淡的 有這個強很強的熱門概念股 半導體也有相關 比較低位階的散裝輪 概念股可以做留意 還有一塊是我要追問鄧老師的 重電股非常強勢 大家聯想到政府的政策 可以推動相關的產業 有機會都來 這魚露均沾 今天軍工也有一點點 轉強的味道 是不是認為政策概念股 有機會輪動到軍工族群呢 那怎麼樣來卡位 老師我們先來聊聊 台積電的部分 張董事長說 不只要這個好幾萬片晶圓 要的是更多的晶圓廠 今天新雲很不錯 還是在創新高 但其他上個禮拜很強的設備股 有一點點熄火的味道 反倒是給大家長線布局 甚至是短線上面 比較用低成本介入的好機會嗎 是的 我想今天的新雲 又再創了這個歷史新高 我們看一下這邊的K線 今天衝到了294.5 我們在封關前 一直告訴趕快佈局 因為當時我是拿什麼來比較 說像萬路 專門沙 都已經飆到歷史高了 這個賺這麼多錢的還落後 位階是很落後的 從封關前到現在 大概算一算 將近十個交易日 到了今天294.5 我在這邊就要告訴同學們 如果你真的有看節目買星雲的 請你就稍微見好就收了 好 因為這一段已經快要接近40%了 至少有35%起跳 那就夠了 這個就像我們在上個禮拜提到說 很多喜歡做一檔股票的 你就是要賺一個波段 而不是像每天盤面上有熱門的焦點 你變成說今天這個買 明天又買另外一個群 會買很多檔 但是你的操作一定變很短 就是當沖隔日沖 你反而不敢賺大錢 像這個有基本面這樣一波 35%起跳夠了 為什麼 因為今天這個量是很大 原來 不是它不好 不是它不好 它可能會開始震盪 或開始拉回 但是你要去找誰還在這裡 你要再去找 找下一個在這裡的位階 所以從明天開始 我會把星雲拿掉 不是它不好 就是我們短線的任務 有35%以上 我覺得可以了 我們去把資金佈局 不管是低股進筆的散裝 或者是低基期的軍工 我覺得機會都很大 都很大 以這樣方式來做調整持股 會比較好的 同學們先掃一下所謂的QR Code 加入Light 搜尋我的直播 有更詳細的籌碼分析 技術分析 都會在我的直播裡面 跟各位做分享 好 星雲真厲害 在這個封關之前 鄧老師就提醒大家 你要看這個封關之後 台積電的熊本場開幕 一定要掌握星雲 這個滴滴布局的機會 的確這一段 今天創下新高 也來到了快40%的獲利 老師會持續幫大家來找到 更多低位階的好股票 那大家都可以 跟老師來聯絡 可以透過我們畫面上面的 聯繫方式找到鄧老師的群組 那也可以看到 老師的直播節目的連結 相關問題都可以 跟鄧老師來請教 好 老師讓我們 從K線來做觀察 因為剛才講到了 設備股還是有機會 嬸中倫低谷近比也很棒 軍工股看起來 有一點點壓不住的味道 是的 我想台積電 我一直堅持 就希望它能夠回到 十日線再來買 各位看到 十日線已經接近680了 已經來到680了 越來越高 在上個禮拜我說 其實如果你像空手的 不見得要買台積電 因為你說後面它會不會再 像星雲漲35% 40%不會 但是它會把大盤撐上去 也就是說今天老蕭也告訴各位說 其實大盤今天應該要跌的 你如果看費半 那斯達克應該要跌 為什麼大盤不跌 因為台積電小漲一塊 連發哥也漲 台積電連發哥是前兩大全值 可是今天有個現象是什麼 電子股的比重盪到六成以下 對啊 所以它就把資金分散到 不管是生計 軍工或者是重電 那也就是告訴各位 我未來的這段日子 如果台積電的比重沒有重回七成 那大盤不容易大漲 因為這個大利多已經結束了 對 那不容易大漲 可是會把空間浪給很多低位階的 包括政策的做多的股票 那你反而有更大的機會 也就是說我們這樣 假設說你是空手者 你去買台積電 你可以賺3% 5%沒問題 但是要賺30% 50%不可能 對不對 但是如果短時間 你把資金去佈局 不管是生計 軍工 包括政策做多的重電 但是你一定要找位階低的 你才有可能像星雲這樣一波上來 所以這是好現象 大盤未來的漲幅可能會比較慢 但是很多族群的個股 會輪得空間更大 這是好現象 所以我堅持說 如果想買台積電 等十日線 十日線 680 它已經慢慢接近了 有到680附近接才安全 好 那講到樊宣 我說樊宣其實在上個禮拜 我跟同學看到說 給你看周線月線 你就看得懂了 台積電688的時候 未接樊宣是多少 是195 還沒到 更何況台積電又創了一次709 已經超越680 所以它未來拉回來 各位看它全年賺10.96 其實本一比很低 15倍左右而已 很低 一月份的歪歪歪成長 年增45%左右 雖然只是小漲 可是後面會慢慢加溫 你說在整個台積電大同盟 已經創歷史新高了 你就把它當指標 但是還沒有創歷史新高 未接還落後台積電688水位的 那就是帆瑄跟金財 就是帆瑄跟金財 帆瑄跟金財 對 所以金財今天是維持小漲小跌 但是各位 我們可以看到1月份的年增率 還有2月份法人的買超 各位這個禮拜2月份就會結束了 警戒就賣入3月份 所以這些股票後面會慢慢加溫 至於我們看到說 星雲已經創了歷史高 這個整段已經漲了37% 我說過高檔爆大量 你要獲利先落袋 不是它不好 對 因為今天量爆得很大 這邊叫你買 這邊當然要叫你賣一下 除非它有再回到五日線 那因為這個正乖已經過大了 那代表市場很熱 那我們提到說 如果是高檔爆大量 你要提防它震盪拉回 那如果是低檔爆大量 那是剛開始而已 那你要把這筆錢去找 低檔爆大量的好股票 對 低檔爆大量 或低檔準備要漲的 那機會就來了 你就可以賺完一檔 再接一檔 不需要每天這樣追來追去 會很辛苦的 好 你看高率 今天高率沒有漲了 可是我還是告訴各位 這個底還在打底中 基本上你就是要給它一點時間 因為會輪漲輪動 而且我們看到它基本面 前三季賺6.05 已經賺贏2022年一整年 那只是說現在的資金 就是怎麼樣 只有一套資金 所以今天大家看到電子股 比重盪下來 你反而要高興的是生計有機會 對吧 重點還繼續強的還會強 落後補漲也有 再來連軍工也其實偷偷的都在動 包括上禮拜我們一直在提醒什麼 閃樁 對 尤其我們最推薦的就是什麼 會養K1 因為反而買最多錢 砸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看到它 今年公佈全盈的營收了 我們先來講中行好了 中行你看美國禁止這麼高 61.15 五價四字頭 連50塊都不到 這個位階是不是也很低 KD是不是低檔才剛交叉 這個是週限 對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三月份 你說閃樁會不會還有一波 我覺得真的會有一波 所以值得期待 業者們自己的看法都滿樂觀的 是的 講到會養K1你看 二月份反正一萬三千多張 所以在上個禮拜我們告訴各位 其實會養K1 它除了基本面現在公佈出來 還不錯 非常好 第四季賺很多 然後禁止在63塊多 那一月份的YOY有22% 那各位你看 這不是在50交叉嗎 我們上個禮拜提到說 50交叉是更強的 所以你說中行也不錯 台行也不錯 可是最強的就是會養K1 那今天呢 牌面上答案就出來了 就是會養K1 漲幅最凶 去年算4.38 對 而且財報也出來了 然後法人也買 買最多的也是他 但是其他的他是慢慢在買 慢慢在加溫 我想整個業界也看好 他三月份的表現 所以還值得期待 股價低於淨值 拉回來都是站在買方 好 各位看台行 它在去年前三季也賺3.39 這個本益比更低 非常低 如果再加上第一世紀 本益比是低於10倍 是屬於個位數 是非常獲利的極優升 然後我們看美股淨值 它還是低於淨值 所以我們看到目前它離淨值 大概還有10%左右 然後二月份法人是站在買方 但是你看指標就是不一樣 交叉 它是在低檔交叉 剛才會養K1是在50交叉 所以強弱是有分的 會養比較強 對 但是它也是可以OK的 因為會養如果強的話 可以帶動其他值的散裝 是 那這些股票是說 至少你不用擔心大盤在1.9%震盪 否則各位現在 你如果是空手 你去問投資人家1.9%了 1.9%要買嗎 你1.7%都不敢買了 現在1.9%要買嗎 而且更不可能買那個創高的 對 你就會陷入那個大盤指數的迷失 對 你先把大盤放一邊 你要看很多股票位階還好低 比如說你現在看到台行這個位階 這個位階可能只有大盤1.3%的位置而已 但是你看創歷史新高 那個位階已經衝到2萬了 大盤就在1.9%在那邊攻防 但是把空間就浪出來了 所以現在是玄谷擺第一 所以把大盤先放一邊 沒問題 玄谷比較重要 好 那來看到的是軍工 好 那我們來看千副機密 你會發覺今天千副機密還滿強的 對 早上我們在印圖的時候 傳給東盛的時候是129 你發覺它這邊已經做出一個大底 這個底各位我們先看 就是以短線來看這個底很清楚 將近有快接近 20塊 算20塊比較好算 算20塊對 比如說我短線目標至少先攻 再接130幾 135左右 對 那才有符合到1比1 那我們知道這個叫最少滿足 1比1通常都會超過 我們看到太多太多的例子有沒有 那你發覺到今天的它 量是一直滾出來一直滾出來 對啊 上周就悄悄的滾量了 對 然後我今天掌停板 收盤是插一塊打開 但是量滾出來了 那我們再看一下周線 好 看周K 好 看周K 整個軍工來講才剛要漲 因為大盤都創歷史高了 所以它位階屬於是低的 而且獲利是好的 我們發覺這些股票獲利都很不錯 就抓一個目標 好 再來講8冠 8冠 8冠的基期也很低 然後它已經公佈全年EPS7.52 算不錯 對 在軍工相關概念股 當然大家會看指標長榮航泰 但是長榮航泰量比較少 否則各位看2645的長榮航泰 上禮拜也蠻強的 2645看日線圖 我們看日線 你也發覺到 其實他們都偷偷的 偷偷 日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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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它之前漲上來之後 維持在這裡 但是它指標也修正 其實也修正 但我們看6829的簽附機密 6829 你會發覺到 它其實在上禮拜 就慢慢再加溫了 再看1342的8冠 1342的8冠 你看 上個禮拜五是什麼 跳空往上 這是我講的 跳空往上有缺口 但是這個底是屬於底 那這個不就是突破缺口 帶量 就是像今天星雲是高檔爆大量 那這個是低檔爆大量 又產生突破缺口 對 然後我們再看指標周線 通通是剛開始 最重要的是它還公佈了 鼓勵有6塊 那請問各位 將近5% 對 屬於高殖利率 那本一筆